钢宝铜宝尼龙宝,你知道哪些呢? 滚动轴承的保持架通常有以下几种 铜保持架、钢保持架和尼龙保持架 斯凯福轴承的冲压金属保持架大部分是由钢板制成 也有小部分是由铜板制成 冲压金属保持架重量轻而且可以耐受高温 斯凯福轴承的机靴金属保持架由黄铜、钢或钦合金制成 机靴金属保持架通常可承受高速、高温、高加速度和高震动 钢保持架的最高工作温度为300摄氏度 黄铜保持架的最高工作温度不应超过250摄氏度 钢保持架和黄铜保持架通常不会受到一般用于滚动轴承的润瓦剂 以及用于清洗轴承的有机溶剂的影响 尼龙保持架,又称聚合塑料保持架 大部分的助手保持架是采用尼龙PA66作为材料 这种材料具备良好的强度和弹性 但它的强度和弹性等机械特性会随着工作温度的上升和润滑剂的侵蚀 使用寿命逐渐缩短 因此在轴层应用中是否使用尼龙保持架取决于工作条件和工作寿命的要求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PA66保持架在允许工作温度下 保持架有1万小时或以上的老化寿命 尼龙保持架的材料有低温极限 它在达到限制的时候会失去弹性 导致保持架在急冷条件下失效 因此玻璃纤维增强尼龙PA66保持架不应在温度持续低于零下40摄氏度的应用中使用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